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到呕着鲜血的禁卫虎豹齐将自己身上的火焰扑灭了之后 他发觉自己的对手已经换成了一个在身上缠绕着恐怖铁链的巨大的肥男 还有这一名看起来身手十分敏捷的女将 而这正是美美和屠夫 在战场的一角 韦作夫咬牙切齿 泪流满面的说道 已经是这丫头烧了我当年打工的店铺 老板当年还有大半年的工钱没算给我呢 奶奶奶奶 当时还吐了一口痰在我脸上 等到另外的三名精英虎豹齐匆匆赶回来的时候 那名禁卫虎豹齐已经是倒卧在了地上 生死不治 一名看起来就特别猥琐的干瘦男人 正在他的身体上狂笑践踏着 还像其脸上不停地吐着痰 口中也喃喃自语着说道 叫你烧荡土 叫你吐痰在我脸上 对于韦作夫如此巨大的冤念 方年忍不住在私下里猜测 当年很可能这个禁卫虎豹齐犯下的罪行 不只是放火而辱人 而是那处当铺老板有个独生女儿 韦作夫好不容易获得家人放心 即将继承当铺之际呢 这禁卫虎豹齐横空出事杀人放火 这一下子就毁了韦作夫幸福美满的下半身的生活了 下半身的生活了 而且韦作夫还被抓了当壮丁 推手推车 若不是遇到了方明 可能现在啊 只怕还在为了填饱肚皮奔波着 外加地位低下被人歧视 当然啊 以上这一切都是方明的猜测 但是众所周知的是 方明这个人要么不猜 要么就会非常直接的接触到真相的 不过 不过 见于有醋意滔天的美美在旁边 而这一切 无论如何 韦作夫那是绝对不能承认的 方明自然也不能做这种人 那是绝对不会直接询问的 但是 眼光当中的戏剧之意 却是看着这韦作夫心里发慌 也至于 将仇人践踏于阿迪达斯这鞋底的快感 都被冲淡了不少 接下来的事不必多说了 在有着新元家林银秀家老四的清场下 方明和老胡外加肥仔三人组 对于重新冲上来的精英虎豹 其反而形成了局部的以众灵寡的局面 结果啊 自然不必多说了 这一战最大的优势 自然是方明他们打乱了曹军的阵型 而且老胡的妖虎虎啸 发出了强横的震慑力 相当于是将三名精英虎豹旗孤立了起来 这样自然是分进合机分割兼职 而对付那名近卫虎豹旗 方明之所以用上了针巴制你这样的大招 固然呢 有在实战当中呢 想要考验锻炼 验证自己 跟随高尼斯学习是否是有所进步 更是存下了要速战速决的念头 将乃兵之胆 尤其是在三国当中 这崇尚单挑的大环境里面 主将被杀的代价是相当大的 这群曹军没有当场崩溃 这已经算是精锐了 这儿乃是曹军重地 定军山 随时都会有敌人来源的 自然尽快结束战斗 这才是最明智不过的 这一站下来 没有捞到什么好东西 倒是这金珠绣剑捞了不少 而且黄金主线支线世界的难度 与其他普通世界不一样 是默认高出当前世界难度的 比方说 一世界的黄金支线和主线任务 实际上默认的是 二世界的普通世界难度 二世界的黄金主线任务和支线任务 就是默认的三世界普通世界的难度 因此就不会有调宝率被削减的问题 当然了 张林他们没有捞到好东西 却不代表着其他人的运气就低劣 正要撤退的时候 张林忽然间觉得没对劲 回头一看顿时 好嘛 哭笑不得 肥仔三兄弟 竟然干架起来了 这三个家伙一起混战 打的那 哪叫一个热火朝天呢 方林过去仔细一看 原来这三个家伙 竟然在抢一样东西 出乎老大体力齐强 但是敏捷不够 看那东西要被其他两个家伙给抢走 索性将这东西往地下一丢 拿着大肚子往上一压 索性赖着就是不起来了 方林随后将这伟作夫叫过来 说道 他们在抢什么东西啊 伟作夫还没说话 心缘就忽然就哈哈大笑了起来 方林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 一看之下也忍不住大笑了 原来那名本来威风铃铃的禁卫虎豹 其已经被扒得和个光珠似的 露出一个大白屁股来 看起来要多滑稽有多滑稽 这杀人以后还要辱尸 这显然就是伟作夫所缩始的杰作了 而且方林的眼神却是更加锐利了一些 忽然间他看到了 在这禁卫虎豹齐的身后 居然还有一具赤裸的尸体 这具尸体也是被刮成了光屁股 但是饶事如此 这体格依然比常人大上一大圈 而且浑身上下的筋骨 那是紧绷若挺 尸体的轮廓十分的清晰 但是最加重要的是 那尸体竟然没脑袋 方林看到这顿时就明白了 撒肥仔为什么打架 这三个家伙竟然连那夏侯渊的乌头尸体 也没放过 而且看起来 肯定从这夏侯渊这个二难度的黄金主线 任务世界总boss的身上 唠叨了很棒的好处 方林此时正打算过去劝架 就发觉三个肥仔此时又开始自动讲和 原来这三个家伙打算拿划拳来决胜负 最后居然没想到 最为憨厚的屠夫生出了 不过呢 方林就发觉 这胖子好像每次都很无耻的晚出那么半秒 方林也终于看到了 引起三个肥仔打架的这件装备 看完之后他也只能是摇头叹息 而老四看完之后 直接就被郁闷的拿着树枝跑旁边去画圈圈 银色巨型装备 静凯 半损坏 防御力增加220点 自身移动速度 坐骑移动速度增加25% 已经被灵魂绑定 远程攻击包括精神类降低50% 当穿戴者体力值超过120点的时候 每20秒恢复当前体力值的2% 本选项为灰色 表示已经损坏 未激活 当穿戴者力量值超过120点的时候 对敌人的致命易几率提升12% 当穿戴者敏捷超过150点的时候 躲避几率上升12% 属性不足 未激活 当穿戴者精神超过120点的时候 技能消耗的精神力提升33% 但威力也提升33% 装备自带被动技能 强化仙术斗篷 使穿戴者受到伤害的时候 会将所有受到的伤害的11% 转换为对自身的治疗 并且在被伤害的时候 有11%的几率 使得自身体力值临时增加50点 持续20秒 这件盔甲是林英秀也好 方民也好 穿戴之后才是最为完美的 因为他们的基本属性 能够激活装备上附带的所有能力 但是实际上最好的穿戴者 还应该是老四这种 扛在前方的肉盾 因为强化仙术斗篷 乃是一个十分强悍的能力 而且随着装备等级的提升 强化仙术斗篷 同样也会获得效果上的提升 不过遗憾的是 这件装备乃是被屠夫三人组给抢下来的 这也就意味着 方民他们是只能看 不能要 貌似忠厚其实奸诈的屠夫 将这件抢截自夏侯渊的盔甲 马上就穿在身上 明明是一件 兼具了威严和潇洒洒脱的银色剧情装备 却是被这肥仔牛逼哄哄 硬顶出了一大肚子出来 看起来就像是 裹着竹篮的一头肥状的野猪 那种人看了之后哭笑不得 这儿毫无疑问 已经不能再待了 若是曹军再次大驾光临的话 就怕马上就会刮第三尺搜查奸细 好在方林他们有着美美与萎索复赴这两个三国世界的地头蛇 自然寻找到了一条安全的路 迅速的溜着大吉 拍拍屁股闪人了 而后续的曹军见到了堂堂主将被人砍了脑袋不说吧 就连尸体都被扒成了大光屁股 顿时哀兵就再次的提升了状态 当然遭殃的就是倒霉的蜀军了 下山以后 方林他们也不停留 匆匆赶出了三十公里之外 这才罢手 此时的天色已经麻麻亮 路边的乡野农夫也进城赶集的多了起来 虽然是乱世 但是人也要勉强的求存啊 一行人自然早已经经过了梦魇空间的改办 入乡随俗 在韦索夫的带领下 寻找到了一个鸡毛小店的坐下 这样的小店 其实就是路边插了四根柱子 用当时盛产的炉席 将顶棚和三面一裹就OK了 灶头呢是几块石头垒起来的 板凳呢就是几根横放的青石 桌子 夹事 柴火 瓢盆 油盐酱素之类的东西 那都是开店的时候用着大车直接拉走 收店的时候呢又拉回来 一般有身份的人自然是不会来这样的小店的 因为在古代 卢席视为视为不怎么吉利的东西 三国时候这杀伐相当的激烈 曹操呢甚至都拿人来充当军粮 人死了以后 有入土为安的说法 但是又最好不能接触到泥土 否则背着虫子蚂蚁啃吃之后很不吉利 有钱的人呢用得起棺材 一般人家死了之后呢也只能拿这种炉席裹起来埋掉 一干人喝着这小米糠菜粥吃的是混合了鱼树皮擀面合出来的囊饼 虽然有些干涨难以下咬 但这小米粥熬得是恰到好处 一股热烫之意 亲人心脾 给人的感觉是一直就暖到了自己这四肢百害里面去 方林联合了三碗粥以后 舒坦地叹了口气 双手放在桌子上 一声说道 接下来我们有两个选择 一是去寻找雷洛他们会合 先将力量集中在一起再说 根据我们切入的时间段来分析 应该是上一次经历本世界的轮回者杀掉了夏侯渊 取得了首级一个小时之内 那么会合了雷洛他们之后 就能够获得后续的十多任务 那第二个选择呢 老胡问道 我们这一次进入到获得的黄金支线任务 是破袭曹军攻防 我想他们应该也是这个 我们直接去到曹军攻防附近着手准备 他们必然也会过来与我们会合的 结果不用说了 大家都不予而同地选择第二个 看来谁都不愿意将这时间白白浪费在找人上 方林他们昨天安全以后 也释放了轮回者特制的联络烟花 按理说半径20公里之内的轮回者都能看着 只是呢 没有得到回应 所以 他们理解了 出现这种事只有两种可能性 一呢 是方林20公里之内没有轮回者 二呢 是他们身处于极度危险的情况下 根本没空释放烟花 就正常情况下来说 轮回者只要不是分配在相依的两个阵营里面 那么进入到梦魇空间之后 相隔的距离绝对不会太远 至少是不会超过20公里这么远的 雷洛他们既然不是布设了一个恶毒的陷阱出来 那么当然就会在第一时间之内 同方林他们会合 如果现在没会合 那么显然 就是有意外发生 方林纵然是擅长推理 但也正如巧妇 难为五米之吹 没有任何的线索来给他参考 分析和布局 那自然也就无曾说起什么分析了 先前他提出的两大方案当中 寻找到其余人的方案是比较稳妥和老成的 但弊端不仅是耗费时间 更是因为没有半点蛛丝马迹 而就完全摸不着头绪 既然都决定了去做破袭黄金主线任务 那么必然要打探一下曹军攻防到底在什么地方 在这个鸡毛小店坐了一会儿之后 等到旁边来往的行人见多 韦作夫便摆出了大伙人家管家的嘴脸 趾高气扬叫了一个人过来 说是咱家老爷出行 走到这儿要拜访一家侍宜 韦作夫这家伙扮演这等角色 那当真就是驾轻就熟 不费吹灰之力就打探了自己想要要的各种情报 顺手打赏了那老人呢一文钱 还是老头的年纪这钱吹了吹 那自然是千恩万喜 白得一文钱的这不白赚了吗 在老胡的价值观念里面 一文钱也就相当于现实世界里面这一块钱嘛 那这老头如此激动这干嘛呀 不记得是迷惑不解 听了方黎这含笑的解说之后 这才明白过来 原来当时使用的是汉代的五珠钱 铜钱铜钱 那必然是用铜铸就的了 此时汉献帝的时候国力衰微 铸造出来的钱币里面 含铜的纯度本来就不高 于是就被民间称之为是 薄钱贬钱 而尾所付给这老头的 是一枚灵帝 少帝时候铸造流传的铜钱 这种钱含铜量很高 因此颜色泛黄 因此又叫做黄钱石钱 通常这一枚黄钱 能换取到三枚薄钱 这足够老头吃三天了 那当然他得千恩万血 与之后事如何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